嗨 我是Mita 那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短髮的五個髮型 那我之前有分享過短髮髮型的影片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點連結去看 那今天是另外五款短髮的造型 我不是專業的造型師 所以這五款造型呢 都是非常簡單就可以上手 然後沒有什麼技巧 畢竟呢短髮呢 如果你不整理的話 每天就會長這樣 還蠻無聊的 所以呢我們就花一點點時間來整理一下我們的短髮吧 首先呢我們先來夾一下瀏海 那我之前都有拍過影片 大家可以去參考就是夾瀏海的影片 那我覺得夾卷之後呢 就是整個頭就比較像有整理過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先把瀏海夾卷 第一個髮型呢就是把瀏海夾卷之後呢 拿出這個韓妞非常流行的彩色的BB夾 或者是你可以買各種不同造型 珍珠啊還是什麼毛絨絨啊 反正就是有造型的髮夾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夾在這邊 然後這邊的空洞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比較有禿頭的感覺 這樣就完成了第一個造型 是不是超級簡單 第二個髮型呢 我們就來綁小怪獸頭啦 那首先呢就是頭頂要有兩搓 那我們先抓這邊這搓 抓出來之後呢就是一直旋轉 使命的旋轉 要轉緊喔 轉緊之後呢把它這樣 遮下來 遮下來之後呢 把髮尾繞著這個角角 然後用黑夾子或者是 橡皮筋固定都可以 看哪一種你頭髮固定的組就好 通常我是會先夾了夾子 然後想要饒顧一點的話 再套層橡皮筋 那另外一邊也一樣 那記得兩邊的髮量要抓的差不多 不然你捲出來的角角大小就會不同 那最後呢你可以再整理一下這個角角的形狀 那基本上我不太會去整理它的形狀 因為我覺得這個髮型就是比較搞怪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它有點有點不一樣也無所謂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史瑞克的感覺 再來第三個髮型呢 非常的簡單 就是直接分兩戳 那看你頭髮的長短 這是第一截 然後 再綁第二截 如果你頭髮看完一樣比較短的話 可能就只能綁兩截 那如果你頭髮比較長一點點的話 你就可以綁三截啊也可以 那如果你想要用彩色的橡皮筋來綁的話呢 也會就是比較活潑更可愛的感覺 就看你自己喜歡怎麼樣 這樣就完成了第三個髮型 這個髮型也超簡單的 就是你平常出門想要變換一下造型 但是又不想花太多時間 所以就是趕快橡皮筋套上去 就對了 再來第四個髮型呢 是走簡單路線的 就是髮帶啊 帽子 最方便的搭配 那短髮就是還蠻適合戴髮帶 那我今天穿的稍微比較花一點 所以跟這一個髮帶可能會比較不搭 大家可能要分開看一下 那就是這樣很簡單 就是有一個造型 那像這種髮帶 你搭配一些素色復古的洋裝啊 我覺得都會很好看 或是牛仔裙啊 就是還蠻簡單 就可以有一個造型 然後也不太會亂 我之前去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就會帶髮帶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頭髮 比較不會很亂一直在臉上 那這樣就完成了非常簡單的髮帶造型 最後一個呢 就是我之前在分享髮型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問說 我沒有瀏海可不可以做這樣的造型 絕對是通通都可以的 就是你沒有瀏海也可以做這樣的造型 那最後一個我就分享一個 我蠻有瀏海的髮型 那我就是把瀏海這邊 往上一撥 抓的時候我比較很緊的抓 是有點這樣膨膨鬆鬆的抓 然後再夾上 看你是要夾黑色的這種BB夾 還是要像我這樣有不同顏色的 然後呢 再用梨子夾 把這邊的頭髮 往上捲 然後再把這個瀏海 就是剛才夾卷的瀏海 把它整個剝開 讓它很自然的散落在這邊 就是這些小毛啊 不要讓它掉下來之外呢 也有修飾臉型的效果 那這就是第五個髮型啦 如果你不想有瀏海的話 有時候可以這樣子的整理 我覺得也還蠻清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短髮的無寬髮型分享啦 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那更多的急動態生活穿搭美食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